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安裝完之後呢 如果要更新服務的話 基本上之前是教大家用這個 可是有些人 Place商店找不到 沒有 那這個就不要用 那可以用這個 下載這個 下這個 那廣告按掉 按這個 按第一個 這邊就可以更新 好 然後呢 其實我們安裝完之後 到應用程式管理 去找服務的話 其實正常我們下面這個是 可以按的 可是 只要更新完之後 更新完一次之後 這個就會顯示出來 那以後你要更新 服務的話 就可以直接到 應用程式管理這邊 來更新服務就好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 安裝的APK的檔案 然後經過一次更新之後 它這個就會顯示出來 就會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更新之後 就可以以後來這邊更新 那我來試一次 用這個 用這個 好 按第三個 好現在是 2416.16 按第一個 它就跑到這個 畫面裡面 這是商店裡面的 這是Play商店裡面的 那我們就按更新 更新 更新完之後 因為它就是在Play商店裡面更新 所以說 之後的服務 之後的服務 你看 更新完了 我們到這邊 喔喔 服務 好 這邊就跑出來了 喔 這裡按下去 就可以到商店 找到服務 那以後 就可以在這裡更新就好 喔 那之後 如果有新的更新 其實 想到在更新 喔 沒事就來看一下 更新一下就好 也不用太在意 喔 OK 以後就可以來這裡更新 OK 好 謝謝了